《馬太福音》第二十四章,三十二到五十一節 你們應該從無花果樹領悟一個道理 當無花果樹發芽,冒出新葉的時候,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同樣,當你們看到這一切的事情,就知道它快要回來,就在門外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,這世代還沒有過去,這一切都要發生 天地會消逝,我的話卻永不消逝 不過,沒有人知道發生這一切的日子和時間,就連天上的天使和子自己也不知道,只有父知道 人子回來的時候就像羅雅的時代一樣 在洪水到來之前,人們只顧歡宴作樂,吃喝嫁取 直到羅雅進入方舟那一天,他們不知道大禍就要臨頭 直到洪水湧來,把他們全都衝走 人子來臨時,情況也是這樣 那時候,兩個人在田裡乾活,一個被接走,另一個被留下 兩個女人在磨房裡推磨,一個被接走,另一個被留下 所以,你們也必須保持警醒,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那一天會來 你們要明白,如果防止的主人知道涉雜什麼時候來,他就會警惕,不讓人入屋偷竊 同樣,你們也必須隨時做好準備,因為人子會在你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來臨 一個中心又明智的博人,能讓主人把管理全家博人和分糧的責任交給他 如果主人回來時,發現那博人盡忠職守,就會掌上他 我實在告訴你們,主人必定會讓那博人管理他全部的產業 但如果那博人是一個惡博,心裡想,主人不會這麼快回來 就動手毆打其他博人,又吃喝玩樂 冥丁大聚,結果會怎樣呢?主人會在他意想不到的時候突然回來 將他剁成碎塊,跟偽善的人歸在一處,他在那裡就要哀哭徹遲了 記錄音樂